我之前都自稱讚毛鵝 現在覺得像八爪章魚 同時很多案子要同時進行追蹤關心 我相信不管是在經濟領域的好幾個案子 或者是安全領域 其他國際參與跟合作領域 都是台灣人所關心的 也不會相互排擠 我們有三個主要的經濟關係的平台 包含TIFA這已經恢復對話 那相關的工作會議後續也持續在盤點 跟進行當中 那第二個就是EPPD 那也是這兩年跨越美國共和黨跟民主黨政府 也持續在進行中 那第三個就是王部長跟美國商務部長 共同發起的這個TTIC 就是科技貿易技投資的這個合作架構 跟往年一樣 5月的這個WHA的大會 當然現在疫情不知道是多大規模的實體的會議 或者是視訊的會議 那各國參與的方式 這些都還持續的在協調跟溝通的過程 那我相信美方會持續給予台灣最大的支持 同時美方也會協助我們來爭取其他理念相近的國家 共同的來關心跟支持